画面上是基隆八斗高中的 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文化周 开幕欢迎舞蹈 青春洋溢令人印象深刻 快乐又幸福 然后又青春洋溢 我们是不是给同学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高中看到我们原住民同学表现这么优异 不论是体育班还是各项的这个才艺都非常的棒 那我们未来呢 也在陈明健议员的指导下 我们会把这个原民的这个敬老的政策 会降低从55岁开始 这个也是长期以来 陈明健议员所关心原住民权益的一个落实 那我们会继续跟八斗高中的许校长合作 也会跟部落大学合作 继续呢打造更好的原民文化 让我们基隆市可以有更多的孩子们 可以共同的来成长 我真的非常感激我们谢市长上任女孩 对于原住民的业务只有答应 没有阻止 只要跟我们谢市长来有所争取 像刚刚讲的一个敬老卡 从以前一直争取到现在 大概我们谢市长一口就答应了 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谢市长 对我们原住民各项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支持 再次的祝福大家 我们这是我们第一届实验班 我们转型的实验班 第一届有包三生肖学 非常优秀亮眼的投机 在三年过程中 他们配合着老师的指导 然后算是参加考虑的投导 欢迎冠言同学 台北医学大学 国立海洋大学 这次在圆明州开幕典礼上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表扬八斗高中 原住民班跟体育班 升学成绩亮眼的同学 并且颁发勉励红包来祝福他们 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我们所有参与的 以会跟所有的同学 来哦 大家早 听到我们八斗高中 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能够录取我们国立大学的学校 真的非常不简单 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八中建校以来 最好最好的一个成绩 这里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市长 对我们八中 尤其我们这些体育班跟原民班的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勉励 这里边更要感谢我们八中的 这样的一个师生们 为了我们原住民实验班 能够带出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象 我想会有更多更多的学生 我们八中 尤其体育班或者原民实验班 能够入学 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越在地越国际 透过八斗高中特色文化的展演 也可以看到基隆海洋多元文化的魅力 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关注跟鼓励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